什么 什么敏俊 你叫什么 我叫雷飞飞 多大了 今年刚好18岁 中国人 韩国人 中国人 对 小手冰凉的 找谁啊 我来这里主要是找我的亲生母亲 亲生母亲 对 什么时候离开亲生母亲的 我妈妈在我 两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 到现在一直是一点音讯都没有 两岁的时候离开你的 对 别人告诉你还是你记得 别人告诉我 别人告诉你 对 那你跟谁过的 我从小到大都是跟我爸爸一起 跟着爸爸长大的 对 两岁 爸爸怎么说妈妈 爸爸没跟我提过 爸爸没跟你提过 你也没问过 没有 后来爸爸成家了吗 没有 一直没有 你们老家在哪啊 我老家在四川大洲 爸爸在那做什么 我爸爸现在不在了 爸爸现在不在了 什么时候离开的 09年 得了癌症 去世了 那时候你多大 爸爸走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13岁 等于13岁你就成了孤儿了 是这样吗 对 爸爸肯定是放不下 合不上眼 没有妈妈的13岁的孩子吗 你想爸爸跟你说什么了吗 当时我老爸走得急嘛 然后 他 他的癌症 一直没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 知道 爸爸得什么病都没告诉你 没有 爸爸得的什么病 你后来知道了 后来我知道 什么病啊 食道癌 食道癌 对 食道癌很难受啊 就后来就吃不下东西了吧 对 那爸爸 临走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你记得吧 反正我就 我就知道 我老爸 死了之后嘛 那个 人很瘦的 脸上就像是皮包鬼一样 然后 我 当时我一个人 我都不敢在家里面 食道癌 你知道孩子 饭到这都咽不下去 我知道 每一餐一吃饭 然后 吃点什么 吃了就吐 那时候 喂过老爸饭吗 喂过 喂过吗 那老爸还是挺欣慰的 最后老爸在医院的日子 你在吗 我老爸没进 没进过医院 没进过医院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家里穷嘛 那时候 我老爸在农村村庄长家 所以 所以 他也没去医院看过 就是在家里 对 那也得 安葬吧 安葬 习惯 习惯 上哪儿习惯 就在我们街上 街上 对 要什么要钱 有人给吗 有 给多少 给多的 五十块 五十块 对 你少的是多少 少的一块两块都有 我 你们一共收了多少钱 那一天 那一天 我 唐姐他们就带着我在街上 逃了一天 逃了一千 一千零六十四块钱 一千多块钱 对 这是你长这么大以来 见过最多的钱吗 算吧 这一千多块钱 你爸爸买了棺材 对 你去买的 我 邻居帮忙 去买的 然后把爸爸葬哪了 就葬在我家后面 要钱的时候 心里很难过吗 心里面特别难过 为什么 因为 我就感觉嘛 真的 我的一辈子 太对不起我爸爸了 你还小嘛 也没什么 送走了爸爸 经常会想起来他吗 会 什么时候想他 一般 一个人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就经常会想起我老爸 那你跟着谁生活 十三岁 那时候 我老爸之前 不是在农村 那时候是学木匠嘛 然后我就跟我 我老爸的那个木匠师傅 在台南里住了一年 把初中赌满了 然后我就一直出来 打工了 打工啊 对 现在一个人 嗯 怎么想起找妈妈了 去年嘛 嗯 去年我跟我们同事们一起 嗯 然后同事们 就是他父母老是打电话过来嘛 然后 偶尔他又不敢接 就想父母太唠叨了 说父母怎么 老是说这说那的 那时候我就在想嘛 怎么 要是我父母哪天能给我打一个电话 该多好啊 那你就开始找了 嗯 你有什么线索吗 就知道他的地址 地址 啊 身份证上面地址 身份证地址是哪啊 湖白省 古城县 你就这么一点线索吗 对 你觉得找到妈妈 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想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开我妈 就是这么一个愿望 嗯 家里没有妈妈的照片什么的 我手上就只有我跟我妈妈的合影 怎么我看你妈跟我有点像 呵 你看 这是你啊 对 哎呀 我看你跟现在可不像了 这哪是你啊 小包子 呵 你妈妈穿的皮鞋 跟我都有点像 这张照片是你从家里带出来的 对 走哪都带到哪吧 嗯 春味你觉得 他妈妈是不是不想找他们 我觉得要么就是 他母亲有苦衷 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得已的苦衷 他不愿意 孩子肯定不知道 妈妈跟爸爸感情好吗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对 他妈妈总是他才两岁 就是就算打仗 你也没有记忆 爷爷奶奶没有吗 爷爷奶奶 我生前我都没见过 嗯 姥姥姥爷家在哪也不知道 不知道 那授予计划是不是可以帮助这样的孩子 因为他没有上学 他现在找妈妈是一方面 我觉得 他首先他在工作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自己打工赚钱 一个月能赚上饭钱吗 够养活自己现在 万一找到妈妈 妈妈没工作 你得养活他 你能养活得了吗 如果找到了的话 我一定尽我全力去养活 不管什么原因 妈妈走了 你都不恨他 不恨他 为什么 因为毕竟妈妈是把我生下来了吗 再怎么恨他 还是我妈妈 真是好孩子 对 无论什么原因都不应该恨妈妈 妈妈至少把你生下来了 怀孕那九个月在她肚子里 她也很受苦 是这样想的吗 对 那你先帮帮他吧 看看他 能给他找个什么工作 针对这个小孩 我们想这样帮他 一个是 因为小孩今年好像十八岁了 十八岁了 十八岁了 有两种 一种可以让他继续读完中专 然后再读大专 大专阶段可以就业 对 我相信孩子有的时候 就往前推一推 对 你愿意接受这个叔叔的帮助吗 我愿意 如果找到妈妈 你有什么愿望吗 我现在 如果找到我妈妈 我住在我妈妈 跟我在一起生活 我不想一个人 在这儿生活下去 我妈妈一起生活 对 做个有妈的孩子 是这样吗 做个有亲人的孩子 有亲人的孩子 我早晨见你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你 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你没有母亲 但是我是觉得 你是一个 很让人心疼的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他爱往下 我们吃任何吃 雷飞飞 我要告诉你的是 得到了你的求助之后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寻找 那在湖北的志愿者 帮我们找到了你的妈妈 不过呢 由于一些原因 妈妈今天不能来到现场来见你 我身边是宝贝回家 寻子网的站长 张宝燕搭建 她会把具体的情况告诉你 菲菲你好 经过我们志愿者 多方努力 已经找到了你的妈妈 不过据妈妈所说 她当时是从湖北 被拐卖到四川达州的 在她被拐卖之前 实际上她有自己的家 有自己的丈夫 有自己的孩子 所以她想尽一切办法 又回到湖北自己的家 她周边的亲朋好友 都不知道她被拐卖的这段历史 当我们告诉她 你在寻找她以后 实际上她也很痛苦 她也很纠结 但是 目前来说 她还没有勇气去 接纳你 去重新面对你 因为她也需要时间 去说服她现在的亲人 去面对这一切 所以我们暂时只能说 遗憾地告诉你 我们目前还没法帮助 你与她见面 但是我们会把你的电话号码 转交给她 希望她说服家人 有朝一日 也许能够接纳你 面对你 当然了 我们今天呢 也找到了一张 你妈妈最近的照片 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你可以选择 现在就打开看 当然也可以选择 拿回去以后 自己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孩子你能告诉我 你现在的心情吗 我现在很高兴 很高兴 对 高兴在哪 高兴在心里面 哦 为什么高兴 你能告诉我吗 虽然今天 我妈妈没有来到县上 但是 有了这张照片 我心里面特别高兴 我不知道18岁的孩子 能听懂吗 刚才那个阿姨 保业阿姨说的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心里很复杂 倪平阿姨 给你出个主意 你听不听 听 她可能就是妈妈 现在没有条件来找你 但是你记住 但是你记住 你听阿姨说的这特别世俗的话 你从今天开始 受一句话给你安排 好好去学习 好好工作 然后做个有本事的你 将来有一天 让你妈妈为你骄傲 同时希望来找你 站在你身边 为你而骄傲 为你而感到光荣 明白吗 阿姨之意思吧 我明白 对 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男子汉 让你妈妈 找你 在他十个 二十个儿女当中 都抵不过你 让他骄傲 这是个办法 孩子 你十八岁 你可以做到 你明白吗 我明白 明白 所以今天不悲伤 找到了不见 你也别怨恨他 明白吗 我不悲伤 除了受一句话帮助你 你有什么困难 我愿意帮你 但是我的要求 就是你必须得有出息 必须得成为 比别的男人强的强